回到新闻现场来关心 全国护震系统过去半年内发生五次大当机 内政部还在找原因 现在又爆发 资安疑虑 民进党立委刘士芳在今天爆料 负责内政部这个护震系统的公司 过去曾经有过疑似中资和港资的背景争议 而且曾是原始设计师还传出是中国上海人 立委要求内政部彻查 内政部次长邱昌月当下也非常惊讶地表示 自己是第一次听说如果属实 那么这个状况就很严重 系统可能要全盘打掉重练 而遭到指控的中华电信子公司发声明澄清 设计与开发人员绝无中国人士参与 认为立委的爆料子虚无有 全国护震系统过去半年内发生五次大当机 内政部还没找出确切原因 民进党立委就先爆料 在设计的时候那个设计师是不是上海人 我第一次听到有这样一个状况 你第一次听到 你是内政部的资安长 立委经报帮我国设计护震系统程式的 竟然是中国上海人 内政部次长同时身兼资安长的邱昌月 下了好一大跳 是一个中国人的话 那个这部分的话如果是城市设计 再次就大调了 对不对 觉得要从源头去做处理 但这不是整个系统更改的问题 全盘要打掉再重练 就怕有资安疑律是在非同小可 但内政部怎么一问三不知 其实早在2013年护震系统第二代换阵 找来这家民间公司负责设计 各年公司历经改组成为中华电信旗下子公司 当时就被质疑有港资中资背景 他可以来做维修 但是现在这个人我们找不到了 六年来都找不到 披着绿皮的里面是红骨 这些被他出力 但中国护震系统近期连环出包 眼看数位身份证又将上路 外界也非常担心 应该是NFS里面的一些服务员件里面 他的大概有点爆料 可以肯定的是这不是攻击 而被指控的中华电信旗公司也诚信 设计开发人员 却无中国人士参与 委员的爆料 只需乌有就盘风波 能就此落幕 这欢迎曾据委员报道